可能有些新的朋友不懂我在讲什么东西 所以我的目标呢 是一个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 但是我想想一下假如是公司要配合嘛 我的领导人讲要配合 所以就一定要 看你要还是不要 所以我就选择了要 就一定要 我相信可以啦 飞马 在做飞马 所以很希望在家的各位可以跟我配合 然后最后呢 其实我很感谢我妹妹和我的妹夫他们过来支持我 真的很支持他们就很愿意回来这边 要不然不是今天要回来 他们是多两天的回来 那天我就打电话给他们 叫他们过来看一看 其实他们听过OBP了 所以他们可以 第二次来应该是OK吧 OK吧舒服吗 OK咯 我妹妹呢 只要讲我妹妹 其实我妹妹其实在我的醒目中 她是一个很有 其实很有实力的人 她做 她也是做Sales的老实讲 她是做Sales的 她的 我看过很多做Sales的人 她的方法是很unit的方法 她是很unit的 她是一个影响力很强的人 所以她其实 她在我心目中其实是蛮成功的 所以我希望她这一次也是可以支持我 她做Sales 要配合我一下 这样我的妹夫呢 其实我妹夫是 不要看她黑黑这样 不要看她黑黑这样 其实她也是 她是manage一个international的那个 她是做Sales的 虽然她international是去到法国 等一下 她也是manage international的人的 the staff啦 所以其实她讲话也是很有力的 她讲话因为 也不简单啊 你要到个工人哪里 你要manage 你要manage 5个工人其实是不简单 而且那些工人是 不是好像我们这样子的 是比较 比较 难搞的 所以150个人其实是不简单的 所以我觉得她也是有这个能力 因为今天早上跟我谈过 我讲她要打风宝 你没有什么错是吗 没有错哦 其实是我是很想很想要 因为另外一个 为什么我很想要是 因为我钱是一定的 大家来这边是要赚钱的 不要骗我讲你们 不是来赚钱 钱是一定是要的 第二个就是 我要我自己的人生的价值 我要有我自己有价值 所以我每次好像刚才 Ivan他介绍我 其实我也是最 Ivan Ivan介绍我 其实我最近才知道 做餐厅一进去 interview manager 是一个很 怎么讲很 很奇怪的东西 很奇怪吧 因为我听到很 进来